插上后送料档电排关 插上后送料档光联 插上电射电源 插接好控制柜连接线 接通总电源 打开控制排关 打开上下冬刀 压热排关 设定好上下冬刀温度 注意 冬刀的温度 要以不同薄膜的厚度与材料来设定 等切刀是工具剪刀原理剪切的 上刀是条级切刀两端同刀版主司 使上刀只能上下滑动 而且偏静两端 调好后 锁清顶丝螺猫 底刀 先先开底刀固定螺丝 再通过室内拉刀螺丝 调整底刀与上刀的切面渐渐 以薄膜能切断为准 做好引到布林火丝 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 清洁好上下冬刀口 并切好高温胶带 下冬刀的压力是通过室内拉刀两端全扭螺母来调整的 把带加工的锅锅装在放料架上 上层料 经上层放料电机加固 光电固子装置 通刀上层封线 烤鞋架 至硬肠搭料加固 下层料 下层料 经下层放料电机加固 光电控制工具 电色电影架 冲刀 下层风线调节架 至定常拉料加固 通过点净键 上下层摸摸一起拉至冲刀口外 在电脑屏上 用个要求设定调自带的长度 同时设定调提醒报纸个处 把色彩入扭置于白道 打开静点开关 按动运行键 通过电位器旋钮 调整好主机与后塑料电机速度 试制几只带子 检查带子质量 如达到合格要求 就可以连续空切生产 请不吝点赞 接下来介绍彩带的制作过程 正彩带的操作方法与支白带基本相同 其不同形式 带子的长度是根据色标间的距离来设定的 并且把色版按钮置于色道 同时调整好变色电影和高度 于色差的灵影度 拉底下来带简直弹 20分钟 内容 2分钟 上去 5分钟 3分钟 甚至 3分钟 2分钟 出现 把风签好的整整代掉,用模具冲突刀在冲船上冲突出冲突带子。